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有这个不勾神话的故事在里面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就想讲一下后面的最新叻叻叻台长 为什么今天你会反而发现到这一项 我又有看新闻 看新闻很多时都会出到那些四个字母 一看就很醒神 尤其是这单新闻 但CNN不是做了一世的 他都放到几高的所以我很容易留意 他就说在那个 大家前一排不是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讲这个中处的女科学家 Hidden heroes 里面有一类的数学家 他现在这个新闻的报导就说 他刚刚LEGO出这个系列 相当热卖 在Amazon24小时之内卖清 所以我们就要讲讲 这个新闻大家要留意 就是里面亦涉及到所谓政治正确性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新闻里面 其中一段 他就说 LEGO在之前 这一段 即是如果我提到这一段 就被批评 对这个专业的女性角色 缺乏产品 是的 在2014年 有一位七岁的儿童 就写一封信 投诉这件事之后 就成为 这个头条 然后LEGO在压力之下 压力这几个字是我加进去的 就创造一些 比较强势的女性角色 这个新闻大家不需要照单纯收 因为可能有这样的事 但LEGO是否说 因为压力而做这件事 未必的 因为现在政治正确性 是一个marketable的东西 可以市场上接受 这一讲的时候 自然有很多人 就会支持 对公司的形象都很好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太问 那个产品本身的 趣味性是否强 现在这个系列 里面出来的人物 竟然有在生的人物 所以今次一出的时候 有其中一位人士 可以自己拿着自己的LEGO門去买 对着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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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的 你为了资家 你后面的照片 可能要给版权费 要的 这个ideas 那个创作者 都会收回1%的 叫做 Royalties Royalties 就这个Royalties 计法 我们可以探讨一点 应该是什么 长买长有 即使这个产品 又买下去 你都收1% 对 我说真的 买一年也够 不是的 这些是韦及子孙 是否有年限 应该有 应该有 那不是那些之前 那些 说Royalties 收到你的魂 不是 但一路七岁的小孩 都会去投诉 我想他是所谓 负于正义感 但我觉得 何谓 laking female professional 什么 professional characters professional characters 我觉得 会不会过于政治正确 但我觉得 不要紧要 Lego的角度 有水舔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可以造成一个 市场效应 大家互相配合 你又说 我又跟听你去说 大家都会开心 但一样很悶 大家有空做一下 统架Lego 里面有多少个人仔 是有女性的角色 比例 比例 相对一定是少一点 但是说这句 可能左翼很不耐听 其实前段 上个星期 就和一个英国朋友吃饭 说起左右的问题 他就说 以前的世界 其实说的 freedom of speech 其实有些liber 讲开 现在是右派讲开 不是右派 即是有些conservative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一套 应该我先看看 2130 其实价格是二三十元美金 都便宜的 但是 其实在最初的设计者 去做这一套的时候 是有Hidden Heroes 里面其中一个女主角 Catherine Johnson 这个角色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成为正式产品之后 就没有了 其实有些少 奇怪 但后面看到 这里有个黑人的角色 他是叫May Jem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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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用过 其实都可以回到 Thor这个题 台长和中间这位Ruka 刚才忘记介绍 不好意思 你们有没有看一套电影 暂时未看 应该这么说 在节目上三位主持 我看过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看这些电影 今次看了这套Thor 为了做节目 我觉得这套电影 我一看 我是不是看星球大战 完全没有屎屎式的那种感觉 雷神握槍 这套电影 封锁爆了 至最后一只眼是打盲了 一只眼 一只眼 但好像在奔钩神话 这个有寓意的 原本不是这样铺牌 但你讲了一些 就是黄一眼之后 很快便说 我会再深入少许子 因为涉及到他爸爸 神话系统里面 其实雷神的爸爸 Thor的爸爸 就是奥丁 或者和坦 武坦 那就是盲的眼 但这个盲的眼 不是纯粹 古致神话 即是《小徒等器》 不简单 后面有很多哲学的 一些 implications 他就说他为什么会盲呢 就是因为他想知道 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 过去未来 现在的知识 他全部都知道 尤其是想知道什么 就是古代的一些符文 Runes Dennis那天有上个课 我知道 我们回了很长时间 一两课 是讲这个符文的意义 那符文是什么呢 符文是在北欧里面很多的 就刻了一些直线的一些符号 那树也有 可能在石上面也有 甚至可能有一些制作在金属上面 那传说这些符文 其实有特别的意思 甚至是武术来的 那奥丁或者和坦 就很想知道这件事 但是天神就要他做一件事 就要挖盲了自己的眼 在抵律之前 其实他倒钓在世界树上七天 经过了这个磨练之后 他才得到这个知识 所以奥丁或者和坦 其实在巴格神话中 就是所谓的智慧之神 这个智慧之神 倒钓这个 其实是反映在塔罗牌上 其中一张牌 就叫Hang and Man 所以这部电影 我未看 但如果听你的讲 其实有些语言 就是说很吊诡 他要盲了一只眼 他才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差不多是古代神话中 一个很常用的比喻 但台长刚才你说奥丁 还有另一个译法叫 和坦 为什么 W-O-T-A-N W-O-T-A-N 但通常都是叫奥丁 奥丁 我估计是一个地方 如果去到德国 就是和坦 去到奥丁 奥丁那边就比较北一点 尺典 挪威 那边 好可惜 Leko 其实没有出奥丁的根据 真的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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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整个Marvel 都是以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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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真的没有出 我以前不是拍奥丁这个人拍过那首戏 是Anthony Hawkins做过这个角色 这个真是一个迷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回来 Thaw这套电影 我就觉得有点大包围 不知道为什么 套戏里面出了Doctor Strange 接着有Hook 我想这些 荷里活的popcorn movie OK 我觉得 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 因为现在製作费很贵 怕虧钱 你出不齐 阵容不够强 等于你演唱会 如果香港演唱会 你不请嘉宾 要请20个嘉宾 对 请20个嘉宾出席 现在就是 那个 戏的 形式主义 越来越多 公式化 问题就是害怕 因为你这样搞下去 又这么密集 怕别人不看 那你就要大包围 如果你喜欢看雷胜的入场 你喜欢看Hulk的入场 你喜欢看 Doctor Strange 你喜欢看Doctor Strange的入场 但会不会令那个角色很乱 可能跟同一套戏 太多主角 好像Marvel 那些什么 復仇者的原文 几十个英雄摆满 那套戏里面 你会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那试过 蝙�蝠入队超人 不就很糟糕了 真的拍什么 真的 狠狠狠狠狠 这个 Thor 香港演唱会 《雷神奇合》 香港演唱会 《雷神奇合》 香港演唱会 《雷神奇合》 《雷神奇合》 我对Thor 所谓有点感情 因为男主角是来自澳洲的 中段音乐 中段音乐是在Britzman拍摄的 那么好 当时引起布里斯坦一阵的空洞 布里斯坦 我听清楚 布里斯坦 布里斯坦 是雪梨还是色梨 当然是雪梨 对 对 对 Lego 即是顺应民意 出了两套 这个是和Thor有关系的Lego 76088 和76084 这盒301 那盒305 那盒305 为了六百多元 我觉得也值得 我想问 这个《雷神奇合》 年中出的 都是近期的 近期的 它是否应该和电影公司全部夹了 全部夹了 我记得在2009年 还是2011年 和《雷神奇合》 总之 你电影有什么 我就出什么 玩Marvel 那些《雷神奇合》 其实就买人仔 比较漂亮的场景 你看到这架飞机 像一块饼 骑骑骑骑骑 骑骑骑 不知道想怎么办 这个呢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架飞机 它在电影其实也出现过 就是 Saw 他跌入了一个 类似 Interstellar 离开了不知多少道空间 有一个很颜色 很激烈的 一个 云族的世界 有个Grand Master 在这里 经常都会做拳赛给大家看 变形合衣 就在那个位置出现 但是无论说那么多 这些电影情节 免得被人笑 麻烦可不可以去过 Size鏡 循例也介绍一下 糟了 我拿开了那条东西 应该是这个位置 是吗 麻烦可不可以去过Size鏡 麻烦 这个就是那个 格斗场 Lego来说 我觉得都算做得OK 擺来做Display 比较容易 我看一下 退后一点 给大家看 其实你看到上面这张座椅 是做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被Grand Master 坐在那里 看那些游戏打架 看不见到呢 你会见到Hook 其实就会在这个 等一下 这里如果两边一打开 其实它在后面 就是这里走出来 这样 在这部电影里面 当然就和雷神在这里 赤秋 等一会会放近 给大家看一下 那些人仔 在这里我有点感想 去意大利人时 他去了一个Colosseum 什么 Colosseum 斗兽场 其实这个不是斗兽场 是斗兽场 即是古罗马斗兽场 所以我经常觉得 真的为什么要找台长来说一下 这个 Thor 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 除了神话故事里面的东西 还有也抄了很多 真是古代的东西 好像上次说 Doctor Strange 有很多那些符文 我记得说那个神奇女俠 神奇女俠 我们就说那个盾牌 他过一圈那些就是符文 是的 说到Thor 真的有很多神话故事 如何都要抓两位上来 其实中间那位Ruka 都是北欧神话 神秘学的权威 权威 权威 就是跟台长学一下东西 好 给大家看看 这一套我觉得都算是色彩繽纷 三百多元都值得 另外就 他另外还有跟两个人仔 Loki Loki 在北欧神话 台长是一个挺跳皮的角色 这个很经典的 就是所谓Triksters 是 你可以说他是小丑 但有一些神话 专研究神话的专家 就会觉得 原来差不多每个神话系统里面 都有这个角色 在这个看法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推敲进一步 就是说 其实很可能所有神话系统 是源自一个神话 源自一个神话 源自一个神话 但我之前和Ruka 聊聊天 大家觉得 其实西方主要都是北欧神话 和希臘神话 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表面上是的 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画面 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不怕闷一点 就是说很快 其实神话系统 可以分成几个 举例 譬如希臘的神话 或者现在我们见到北欧神话 它不是善恶之间的分别 是权力大小的分别 没有所谓哪个是好些 哪个是好人 甚至说在希臘神话中 在希臘神话中 也不是一个土人 是经常搞到人 是 男人都搞 懂得吃 是 而且特洛伊战争都摆明 不是一个公义的化身 有另外一些 就是善恶之分 特别是犹太教的 拜佛教也是 拜佛教也是 一个好一个不好 不好的就是在地獄 好好的就是在上面 但如果其他神话 就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讲 其他神话 即这类不分善恶的神话 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色 就是必定有一个 就是专去整股人的角色 你问中国神话是否好 我这么操想一个人 其实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 你也有说 我没看过这个 这是讲印度神话 那个猴子王 哈努曼 哈努曼 所以 如果你跟着这个看法 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很接近人少少 就是说 只不过将人的能力放大 这个应该是来自一个源流 跟着散开来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说这些最劲就是靠雍 你可以根据他的看法 就是去发挥 但是 每次台长 说到雷神这个角色 似乎在很多神话都有他 有 很简单 你看到雷 一定是 好顺理成章 就是一定有个神 问题就是这个雷神 他在神话内的位置 在不同的系统内 去到多高 希尼是最高的 其中一件最强的 就是他的雷神 其他就 譬如中国都有 古代神话 也有雷神 但是在北欧 他的角色比较重要 有差不多接近 希尼的 希尼的位置 但就未到 通常是他的儿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趁这里分享 以前我们说过 纳粹党 有一些很混混的人 特别是党委队 那个头 希尼的 其中一件事 当时他有了拳之后 他派人 找这个女神 他派一个秘密小队 他派一个秘密小队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找 应该找不到 找到就糟糕了 找到真的糟糕了 但是很多女神 都是有个鎚仔在手 譬如就斯有 中国那些 因为我见过 我们在香港的廟 我们见过 印度那些都有 恩陀罗 他那些都是女神 都有个鎚仔在手 所以你看这个推敲 其实这个神话 本身就来自阿里安人 刚才那题 我们要有一点点补充 大家不要一个错觉 每个地方都有 一定是每个地方的原产 其实未必是 很可能这个地方 有了神话系统 它扩散出来 特别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书不空的角色 有些人就猜 其实就来自 在印度的史诗里面 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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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彙 雷神在最初農業社會 即是三四千年 應該是頭 但自從有文明的衝擊 他無緣無故多了一個老爸叫奧丁 這樣也行 剛才說的可以有一點看法 舉回樂基的為例 在電影中看不到Trixter的感覺 即是幾集都一樣 即是他不夠跳皮 即是他只是做了一個反面 因為Trixter的角色在Ika裏都有的 Seth 但很多時候荷里活去改編的故事 就不會出現原本神話裏的味道 很簡單 例如Locky和Seth 變成華人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就不好看 這是其其一 剛才Ednais問的問題 原本是雷神 為何加了一個老爸 這是有個解釋 譬如說一個文化 政府的第二個文化 他有幾樣東西可以做 其中一件事當然要摧毀文化基礎 如現在羅湖橋以北對我們 有些不是 有些是兼修並促 譬如羅馬也是 你們拜了什麼神 我們都拜 但就不可以這樣說 這個神和我們的神是拼牌的 他們怎樣看法 就是我們的神比你大 就是你老爸 尤其是我記得羅馬神話的戰神 社會階級應該比希臘高 希臘的戰神地位不高 希臘真正的戰神 即是人們拜得很厲害 就是雅典雅典娜 雅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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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娜典娜典娜 雅典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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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沒有很多地方拜 剛才你說的那些神之間 為何會有一個族譜 最初可能沒有 最初很簡單 這個地方是打雨 你未必拜土地 海神 你拜土地拜海神 例如耕田 你拜龍神 或者拜神天 但問題來了 舉個例 例如沿河一班 走去打陸地那邊 他們打完之後 他們就不會說 我消滅了你 因為怕造反 然後我就兼修並促 你又拜我又拜 不過你的神流少少 你的神就是 原來 找到剛好就是 我的神就是你的神的老爸 對啦 那就搞定了 那是整件事 你又不會不開心 他又這麼厲害 不過他老爸我不拜 好吧 多了我老爸不要緊 你聽起來 這個就好像很滑稽 但其實不是 你想我簡單 例如基督教 例如基督教 那你為何無厘頭 你去拜聖母 或者拜其他 拜伊西斯 因為希臘 對啦 埃及 不是希臘 埃及 即是說 你原本拜這些 但可以找其他花神出來 拜個女人 變成了整件事 可以容納到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嗯 但是 之前都是跟Ruca 聊天 就說 之前 很多個族群 都有自己的多神教 但是自從二千年前 有了這個 耶穌教 其實就未必是 所謂多神教的意思是 即是有些地方是多神教 經過神教 即是有自己的風俗 對 但通常來說 會主要拜一個神 嗯 即是那個就是你 看著他吃飯那個 北歐的女神 因為是農業社會 有些主要是拜女神 為什麼 因為要生育 生育 其實如果推到很古代 即是未有文明之前 是拜女人 但慢慢這個就消失了 變成很多時候 這些女性的角色 它不會不存在 但它以另一種形式出來 所以剛才我們說 譬如說 這些幾整個角色 它全部在我們日常的英語 例如我們的Monday 就是說 Monday Monday Sunday 就是說太陽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就是北歐的戰神 Wednesday Wednesday 其實就是和坦 或者是奧丁 Thursday 就是Four 雷神 Friday 剛剛雷神 它跟這個一樣 比例是低一點 是低一點 Hahaha 我猜是跟厲害的現狀一樣 古代砌砌了這麼多 原本沒有女人 但那些人在吵 為何沒有女性 沒有人 如果有人去聯合國 為什麼 一二三四五六七 沒有女人 怎麼可以 只剩下Friday 對 但基本上 全部都是北歐神話的神 這算是北歐神話 對世界有多大的貢獻 可以這樣說嗎 剛才說到女人 不如Zoom去近鏡 因為都要說一下 Lego 其實在這兩套雷神裡面 都有兩位女士 你見到頭髮 這麼硬是 Hero Hero 死神 死亡女神 這個 我要Ruka 講一下 其實他在神 他在一套戲裡面 是聖地的一個戰鬥民族 之後很不開心 走開了一段時間 但是 見到女神之後 都是回到聖地幫忙 他這個角色其實挺重要的 其實他在不歐神話裡面 他叫做女武神 華爾基里 他是奧丁手下的12個女神 其中一個 他的功能 原本就是戰場的食屍體的人 哇 這麼激 後來就變成在 在戰場裡面 挑選死了的英靈 帶回去阿斯格特的神皇宮裡面 那個皇宮裡面住 就是為了將來 在諸神皇昏的時候 幫忙打仗 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就不說太多 他是穿著一套很帥的 白色的戰衣 我記得在神話裡面 其實他應該是 騎著一隻飛馬 騎著一隻馬仔 但是在這套 Thor的Star Wars版 他是其中一架戰機 這個角色 也不是流落都重要 這個角色 這裡又可以講講 大家如果有看華格勒的歌劇 這個就是女武神 女武神 那段音樂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呢 那個就是當年 那個普拉柏 現代的時候 坐在直升機播放的音樂 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 你隨時可以看 那是經典 就是 他體驗到華格勒 寫這個歌劇的時候 他的心目中 那個意象是什麼 但是將它現代化了 這個呢 如果你看那個歌劇 正正剛才你說的 就是 很多個肥婆出來 真是肥婆 去撿那些屍體 一邊唱那段音樂出來 但是這個也不厲害 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年 這個德軍打入波蘭的時候 在坦克勒車裡面 進入波蘭的國境的時候 就是播了這件事 嘩 就是振奮那個軍人的士氣 很厲害的 如果你坐進去 好像身處哥布拉帕那段電影 但是那段歌劇 真的令人很害怕 是很好聽的一段歌劇 對呀 所以你過場的時候 你也聽聽 這個呢 我想剛才我們說 那個哥布拉帕那段的時候 其實那個靈感都是來自當年 德軍 即是坦克車 長驅直進波蘭裡面 播了這段音樂 那個靈感 它重複這段 但是德國人 是不是都很純敗華爾基里 應該暗殺希特拉 都用華爾基里行動 啊 那套Tom Hance 不是Tom Cruise 那套戲 是啊 他們始終 德國人對華格納那些歌劇 有一種很特殊的喜好 差不多可以說 就是代表了民族精神 所以大家不妨去網上看看這套歌劇 你怕悶不要緊 因為那一分多鐘 實在令到你相當高興 我想應該 Youtube有很多分多鐘 都只是播那段 播那段 很有趣的 幾個女人穿這些衣服出來 走來走去 那些男人都躺在那裡 麻煩去大鏡 先說這些東西 其實幾high 大家都要中場休息一會 下次再回來 拜拜 拜拜